捷岸香麦当劳所在的台雄商业大楼 在这次地震当中也造成严重的损坏 被县政府列为是需要拆除的建筑 整个拆除作业在13号进行了前置作业 工程单位除了进行周围的围泥架设之外 也在现场铺设铁板准备要填土 是这次地震要拆除的第13栋建筑物 拆除期间会进行交通管制 预计要在5月31号前拆完 捷岸麦当劳陪伴花年人超过20年 顶楼高高的金色拱门标志 成为吉安重要地标 0403强震后列红丹 4月整个月的接连余震受损更严重 13号开始交管进行拆除前置作业 工程单位除了进行周边围泥架设之外 也在现场铺设铁板准备填土 以立工程作业 是我们吉安麦当劳的部分 我们从今天开始进行封路 那要进行前置作业 那大概前置作业 我们大概评估还会做一部分的填土 那因为考虑到整个长辈的施工作业 不能靠得太近 要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这个高度上面 我们希望再往上提高 所以除了这个封路管制 跟先做这个相关周边公共设施 包含耗置路灯的 这个临时的移除之外 那台电的断电也在昨天也完成了 那这个填土方的作业 接着应该会进行大概需要两天的时间 来做这个前置作业的准备 那之后就会正式进行拆除 那大概预估公期差不多两个礼拜的时间 麦当劳吉安店是向台雄建设成租 负责人阳正道常年热心工艺 经常捐赠店内餐券给江湖中心等社福团体 也会送餐券慰绕辛苦的官兵 也不时招待表现优异的孩童用餐 给予鼓励 有许多乡亲感到不舍 都希望吉安麦当劳能够找到合适地点 重新服务详情 记者刘明顺吉安乡采访报道